我們看看范利八的這題 他說有100個員工 年齡表如荼 要求中位數多少 四分位的話他就 三掉了 第一個他講說10到20就有9個人 23個人有25個人 以時再推 那 怎麼算 你覺得 怎麼找中位數 總共人數是50個人嗎 不是吧 100個人吧 然後第50個人是哪邊 第50個人 這個比較討厭一點點 來我們先說一下這個題目怎麼做 來看這邊 呃 第一件事情是 看這邊我寫的 說在一個以分組的資料當中 不管求中位數的話 我們要做成直方圖 然後把它想成是別區面 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把這個圖先把它畫出來 好那就一樣嘛 就10 10 20 30 40 50 60 然後 10到20歲的人有9個人 假設這邊是9好了 好 我幫大家看起來 OK 9個人 然後呢 欸 別選這邊 這樣比較好一點 9個人 然後20到30的人有25個人 這邊有25個人 30到40的人有40個人 好 對過來40個人 40到50個人有20個人 50到60個人有6個人 OK 那 什麼叫中位數知道嗎 中位數 我幫你找中間那個嘛 對不對 那因為總共人數 如果全部加起來的話 總共是不是100個人 是100個人嗎 對 100個人沒錯 所以第50個在哪邊 第50個 很明顯是在這個區間嗎 因為前面才 3 4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第16個人吧 現在問題來了 他說中位數多少 你不能寫30 你不能寫40啊 對不對 沒錯吧 那你可以怎麼算 你知道嗎 你還算出中間的部分 不是說 40個人裡面呢 其中有16個人 欸 第16個人 就是我一樣的答案 因為前面已經知道 是三次了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答案怎麼算呢 答案就是直接 因為我知道這個間隔是10分 欸 是10歲啦 所以我就把10 乘上多少你知道嗎 乘上了這個 40分之16 為什麼傳到40分之16 40指的是這個區間裡面有40個人 然後呢 其中裡面的第16個人 就是我要的結果 聽懂嗎 所以算出來的結果 約分約分等於4 4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有這個部分 去做這個比例分配的話 還是等於說 這10個 欸 這10歲裡面呢 還會處於第4 那個加加4的部分 所以答案呢 就怎麼辦 就直接30 再加4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是 中位數應該是第三個4歲 那邊 這樣聽懂嗎 就是說 你看要站在一個區間裡面 能處多長就要好 因為像這種題目已經分組 分好的就比較討厭 因為要把你分好組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實際上是幾歲 你只能找出一個 相對比較可能發生的狀況 這樣子 懂了 OK 這是中位數的部分 好 你把它寫一下 好